真的对可爱多讨厌不起来 随着和之国篇的结束 凯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基本上也是很明了了 作为路飞的对手和老师 也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不过凯多本人 给人的整体感觉 并不会让人多讨厌 反而有些地方还挺特别 除了表面的暴君性格 凯多还有另外几种 一 好大哥 早在979话 标题名为家庭问题中 凯多一扫此前暴脾气的性格印象 他跟三哉六子的交流中 还是挺平和的 比如都喝上了 说了点事让你们久等了 跟部下解释情况 这还是凯多嘛 面对性格迥异 吵吵闹闹的几个人 凯多也是属于聊家场的那种姿态 凯多和晋的相遇 很像是另一个版本的路飞和索隆 白手起家互相信任 过命的交情 只是这个版本 多少有些黑话和凄凉了 二 稀才 很多枭雄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对待自己认可的人 可以拿出很多诚意 只是不像路飞那样伪光正而已 凯多超新星收藏家的名号 由来已久 凯多是只要跟歌混 地位和待遇肯定是少不了的 当初凯多 虽然对打败民歌的路飞恨之入骨 但后来居然还想着招揽路飞 不知道该说凯多是求贤若渴呢 还是异想天开呢 三 慈父 慈父凯多也不完全是个梗吧 在大和面前 凯多还是做出了妥协的 大和崇拜光月玉田 而以男人自居 凯多从小到大 虽然没少教训大和 但内心还是顺了他的意 称呼他为蠢儿子 三哉六子也跟着叫大和少爷 大和展现霸王色之质后 且一直想成为玉田出海冒险 凯多不仅把大和扔进洞穴 还给他安装了爆炸手环 当然见识到从头到尾的父子子孝后 换位思考 也多少能理解凯多的做法 那种爆炸手环 对于有着保底七五海实力的大和来说 说实话 能伤到他几分几毫也很有限 所以 明哥可以说 经历过我的童年未必有我善良 陆飞可以说 经历过我的童年未必能活下来 凯多可以说 有这么个大孝子 未必有我仁慈 四 正义 凯多的一个不光彩的地方 就是趁玉田分心 趁人之威了 赢得不光彩 这件事一直是凯多心头的疙瘩 这是事实 但鬼岛上的凯多一直在车轮战 可以说是过于实在了 在和陆飞的对战中 凯多甚至还享受其中 觉得有趣 直到CP0上来偷袭陆飞 凯多一棒子没收住 把陆飞给敲晕了 当时凯多回忆起了似曾相识的玉田 可以看到 凯多的表情变化 非常的遗憾和愤怒 也算是一种救赎吧 所以没有继续袭陆飞 而是立刻把怒火 撒在了来搅局的CP0的身上 因为这一回 他想堂堂正正的赢 这一刻他想站在正义的一方 只是不曾想 他这一棒子把陆飞给敲觉醒了 五 金牌导师 这一点真的哭死 雷利教基础 凯多直接把霸禅和觉醒 这种顶级战斗技术 全都激发出来了 顺便巩固了流英和剑文色 还把罗杰成为海贼王的真理 告诉了陆飞 十年前 凯多和静说 如果大和和你等的是同一个人 那我知道乔一波一是谁了 静说是谁 凯多回答 未来能打败我的人 凯多老师一直等陆飞来上课 为了这一堂课 凯多准备了整整十年 六 自由平等 凯多第二个不光彩的地方 是把和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不过有必要说 黑炭家族对凯多蛊惑之深 远超凯多本身的偏激思想 黑炭木禅的提议 助长了凯多的暴力思想 黑炭大蛇篡权 且在和之国主导暴政 两人耍阴招导致光月玉田 在决斗中分心 这两人 要为和之国变成人间炼狱 背上大半口的黑锅 凯多的目标中 反而有一条非常亮眼 他想将沉溺于享乐的掌权者 拉到战场上 实现平等自由的战争 虽然还是暴力思想 不过凯多可以毫不犹豫的 砍掉大蛇的头颅 原因有很多 但可见他真不喜欢大蛇这种人 凯多这条 其实是针对天龙人的 天龙人是他悲惨童年的祸根 他在暴力和被出卖的环境中长大 造就了这样的凯多 七 酒后真言 可爱多当然要可爱多多 比如酒后失落 化身忧郁凯闷 怪自己守不住城池 重建还要花很长时间 酒后大哭 不想有人靠近 想一个人静静 酒后发火 恶龙咆哮 坦诚直率 酒后撒娇 有些辣眼睛 酒蒙子凯多醉酒后的行为 有些搞笑迷惑行为 不过如此随心随性的凯多 倒也不错 在四皇里面 凯多虽不像白胡子 红发那样多么有魅力 凯多的暴脾气里面 还是有一些理智和人情味的 只是片面了一些 但这不影响 他是一个好老师